21日有媒体曝光了王源、贾乃亮、杨朝月等在餐厅聚会的画面 期间王源在室内抽烟被拍 有网友质疑王源不顾北京禁烟令公开场合吸烟 餐厅和本人都应受到处罚 随后北京控烟协会会长接受连线 回应北京市明令禁止室内吸烟 室内吸烟是违法的 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非常重要 希望能尊重自己的社会形象 正视错误 主动承认并道歉 接受相应处罚 此外卫生部工作人员回应表示 在北京市任何餐厅这种公共场合内都禁止吸烟 这家餐厅之后会受到处罚 对于在餐厅吃饭的客人 因为并没有控烟办的人当场看见 所以无法进行处罚 但是看到的人可以进行电话直接举报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